詞曲 阿ье 月光 鎮渡 曲 行曲 我們剛才用警 quis of ciento 關注這本小說 然後我提到那個 就是用老同的這件事情 然後提到一個狀況就是說 很多事情在寫小說的時候 它並不可能是吧 那橫衝直撞一路就寫到結局去了 通常我們在我們結局在寫的過程中 一定會有一些小地方拉出來 但是拉出來之後 一定會再寫回去 拉出來再寫回去 拉出來再寫去 拉出來再寫去 這個是因為你拉出來的東西 要拉出一些有趣的東西 然後來講你想要講的一些事情 利用一些有趣的事情 或一些有它特殊意涵的事情 然後來講你想要不要找 那個主教的事件或是情境 那我們來舉一個 剛才主人看了那個例子之外 我們來舉一個更具體的例子來看一下 好 有一部作品叫《人間世界天》 《人間世界天》裡面有一個情節 就是那個哪個叫他叫誰 徐志摩 女的叫林威英 那因為徐志摩在追求林威英 可能他已經有老婆了 那林威英就怎樣 拒絕徐志摩 可是他林威英還是喜歡徐志摩的 好啦 但是徐志摩這個非常非常厲害 嘴巴非常非常厲害 我們來看看他嘴巴到底有多厲害 可是他的厲害 不是讓你嘴巴罵你的 那什麼 我送給你一個 鐵肥哥 再把他背心的比較厲害 可是他會怎樣 借力實力 他不管看到什麼東西 他會聯想到自己的生命情境 自己的愛情 好 注意一下喔 不管看到什麼東西 都可以怎樣 把他拉出去 在這邊把他拉回來自己身上 好 我們來看一個情節 那個情節 那個情節是 林威英已經拒絕徐志摩了 好 但是徐志摩還是一直在 一直在跟他對服他 然後有一次 他們就約在一個 深山裡面的古廟 好 我們來看看 深山裡面的古廟 跟愛情有什麼關係 我們來看看 他如果 那個就是那種東西 也可以叫千波 但是千波的好 好 這個東西你就跟老虎事件 來做一個比較一下 等一下 好 好了 大概是古廟囉 你看 開始了 好 他沒有一直說 給我再一次之類都沒有講 你看他講什麼 看不清楚 不要一直說 不要知道 要不知道 沒待你多久了 畢業來的 應該是要你分開吧 很合理吧對不對 好 你看 切出去喔 好 你看 切出去喔 我從黑髮 等著白髮 等著白髮 我從中間 等著一對王府 可是我心不死 可是我心不死 我只是白身給你 繼續守候 千百年了 有多久 關我的情勢上的太陽 為了風還是誰 為誰守候 我相信你 我遲到了 我 這麼忘記 當時 特別能動嗎 我 主人 你 你來了 你來到 你 他 你看 他回來 這個是 還有再一個追求過程嗎 我不能吧 這件事是啥 這件事是啥 是賦你的心 也是 你賦我什麼 好 就是明明明明就是徐志摩自己的錯 他講到後來就明明就錯了 好他搞得還要跟他說做我父母的女 所以說其實在文學或戲劇裡面 我們大部分都用一個外表的東西 然後來出發你的感情 然後如果他們兩個在討論 我們這個墓碑裡面到底是誰 是糖胆胆胆胎肌什麼之類的 這什麼意義嗎 沒有意義 它的意義來自於說 他跟男的公司 來出發自己想要去表達自己的情緒 或是來到自己的生命的狀態 你看連一個古墓 那個距離有多遙遠啊 你看那個老虫 有多遙遠啊 老虫跟殺死自己的小孩 距離有多遠 非常 大概十二八千里左右 可是我小說良好的工作者 就要把一些不相當的東西 用各式這樣的方法把它拉在一起 一旦拉在一起了 他就會覺得 喔 胡子就會覺得 喔 對這件事情 用那什麼道路啊 什麼東西之類的 老虫啊 殺死老虫之類的 不能讓他感染啊 所以你覺得他有最福利的 聽懂意思嗎 用你的想像力 把他不相當的東西 變成你的助力 好 好 那 我們來看一看 這樣我們看向日葵的回憶 欸 那這樣看好了啦 這樣比較快 算了 那倒了要倒很久 好不好 欸這裡面有些寫壞話嗎 嗯 這邊好像沒有啦 好 那我們來看那個向日葵的回憶 在地底邊 降日葵的回憶 五十四頁 快幫他五十四頁一下 好 好啦 我們剛才有講了一些 創作裡面的 某一些獨特的編分 有些人很會牽波 有一些有一些 有一些 百轉千尾的一些 輕施轉的能力 但是有一些 就是還是有一些 其他各式各樣的能力 那我們來看向日葵的回憶 那我覺得這篇的作者 就有一個獨特的 敘事魅力 好 什麼叫敘事魅力 就是說 同樣一句話 他講出來就覺得很平白 可是另外一個人講出來 他就覺得 哇 你講話好像怎麼那麼有魅力啊 好 例如幾個例子來講 就是說 我們同樣聽到一個說 啊 什麼做人生辛苦啊 怎樣怎樣 勞工很辛苦之類的 那這種東西 變成無念真來講 齁 你就想到 維他命C 就是這樣 是威士忌之類的 什麼 反正這樣講 都會忘記了 但是他來講的時候 就會產生自己的一個什麼 腔調出來 你懂我意思嗎 很多人講話的時候 就腔調了 可是 創作者 你會注意到 有些小說家在寫小說的時候 充滿了 敘事的魅力 所以他講一件事情 不管他講什麼 你就覺得很有趣 好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我們直接來看 五十四頁的前面幾段好了 好 什麼叫敘事魅力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 今天不是個下雨天 但也看不見一張光 那有些人可能說 很奇怪就覺得 今天是陰天就好了 對不對 可是他就是要這樣寫 好 他們這樣的天氣 到底佔了我全部生命的百分幾 我親密的抬頭看了一下天氣 遍地下我繼續趕入 心想 老天爺真是個小氣鬼 難道給我個陽光補照的好天氣 有那麼難嗎 聽懂意思嗎 是 陰天就是陰天嘛 可是他就是有辦法扯出 一堆有的沒有的 就是說 他的講話裡面 講話的人 是有 是有情緒的 有些人講話 有些人在寫錯的時候 寫錯的東西都很沒有情緒 好像一個僵屍那種感覺 可是 注意一下 同樣一個東西 你只要去想像一下 你在寫錯的時候 也可以去想一件事情 你要讓這個整篇小說 充滿著一種奇特的調性 好 那個奇特的調性 你自己可以去把它這樣設定出來 那你就用這種奇特的調性去寫錯 有些人寫錯起來 就用這樣 痞痞的 像一個痞子 你知道嗎 有些人講話 不懂你講什麼話 像師父母腰 好像很深情的樣子 一部怎樣怎樣 會死之類的東西 所以說 這個腔調 是一種人的獨特的敘事魅力 那你當然 有可能 有些小說家裡說 有些小說的腔調很像 那也OK啦 但是說 你是可以去塑造 小說裡面的腔調 好啦 那我來看 那江日葵的回憶 好 繼續這邊還有一些什麼 好 我們繼續看 然後會無力好了 好 那小說的時候 你在寫小說的時候 我們都會這一種東西給代表 就是情節 因為情節 的確在我創作的時候 你會覺得 這件事情好像太重要了 可是我在第一堂課裡面 有講過 就是兩個面貌摩姆的人 在一個空曠的地方對話 那其實地方這件事情 我必須講 大部分的創作者 完全不會在乎地方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剛才那麼多人 我剛才舉的一些小說 然後有兩個同學寫得非常那樣好 甚至於其他裡面的小說 基本上就只有那些小說 非常care 非常care 那個場景的感覺 那他為了讓我們想 為了我們來看一下 他這個場景的感覺 好 我們來看這裡面的第一 好 這個第一就是 從頭倒下來 2 4 6 8 4 好 大概第10行左右 好 第9行 第9行 有一個地方要寫 左上2樓 第9行的後面 他說 左上2樓 揮開右手邊 歐式木製門邊 接著 你幫起工作室 隨著風鈴響起 門口小圍廊的左邊 是我精心設計 帶有向日葵圖案的 陸字閃瞳 右前方是一面 大面靠牆的珠櫃 好展示我的文學氣息 以及設計專頁 再往前 左轉 是一個大約十平大的空間 左邊靠牆擺著一張長豬舟 中間是玻璃多個山山椅子 右手靠牆 是替自己安排糾心的沙巴椅 我看著我現在的沙巴椅 但我知道 現在不是跟他溫存的時候 因為我的客戶 Michael就坐在上面提醒著我 好啦 那你看喔 這個你會覺得 欸 那這個描述就還好啊 這跟我們家可能也有點接近 那這有很好嗎 好 你會提一個疑問 這有很好嗎 好 我們再往下先看一個地方 我們再來看 這有很好嗎 我們來看一個 好 隔壁的55頁 55頁的攝影師 就是他本來就是要幫一個架貨設計一個架 然後想想想說 各式各樣的花樣 然後你不滿意 然後最後這個Michael拿出了一張圖 然後他寫了這個support 好我們來看看拿出什麼東西 這是第55頁的最後一段 所以大概 好 第55頁的最後那一八塊好了 好 我這幾天想了又想 我決定用這張吊飾的樣式 我的眼光追著Michael的手 拿出一張不清不救 卻像是從一堆垃圾追蹤撿回來的照片 努力想被攀挺 努力想被攀挺的照片 不難看出 曾經被蹂躏的痕跡 看到他終於下定絕跡的吊增的樣式 心裡有一對小小的失望 我想是因為他很平凡 平凡在我們上的Michael選擇 他的原因是什麼 這個樣式就像每個家裡 都會出現的吊增樣式 四面放出的霧面 後面壓克力板 所維持的塵堡 被塵堡圍在中間的西座 亮黃色的燈號 亮眼光線 經過意識浪漫風格 裸空的紅色愛心圖案散發出來 融耳的霧面燈光夾雜的明確的愛心圖案 這個吊增一切帶簡單的便宜 你看 這邊看到路線的吊增的調味 又極其輕 那這些輕組造成什麼效果 誰可以告訴我 它造成什麼效果 如果大家還沒辦法體會的時候 我現在講一個成簡單的故事 如果你看到前面 有一個 前面的一攤土 土上面長的一些 一些小小的一些 類似什麼 花的 葉子的感覺 葉子底下是白板的頭 很像什麼 很像我們小時候看到什麼 黑油黑油麻蘿蔔 就是很大百大一隻蘿蔔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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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覺得 那個好像是蘿蔔 好大的蘿蔔 你本來就是拔蘿蔔的 看到前面好像很大的蘿蔔 哇 那是不是蘿蔔啊 好大一顆啊 然後再往下看 這邊發現有一個根筋 一直延續到那個蘿蔔那邊 聽懂嗎 好 這個時候 就很嗨啊 又很像在拔蘿蔔的 而且沒想到這個蘿蔔 大概有一點點那麼大 所以你就很高興地想要把這個蘿蔔 從這個根筋在那邊 因為更延續到這裡來了 你就想要把它拉起來 這時候 如果你是這樣子 好 這是一個根筋喔 蘿蔔很大的那邊 如果你把它拉起來的時候 很輕鬆喔 拉起來 拉起來 那個蘿蔔就飛起來 哇 好大一顆喔 你會很高興嗎 請問第一個 我先問一個問題 覺得很高興的舉手 覺得不高興的舉手 都沒有舉手 這題目有點怪是不是 好 這題目的確有點難以理解 但是 再問一次好了 好 兩個都要選喔 你覺得很高興的舉手 覺得有點奇怪的舉手 好 為什麼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有這麼輕鬆的 那麼輕鬆就拉起來 好 欸 他說 奇怪 那個蘿蔔應該很重啊 那麼輕鬆就拉起來 搞不好 別的東西 打對了 對很多人來講 就對丁丁跟拉拉來講 他這樣一拉起來的時候 到底一個蘿蔔背上去的時候 哇 超緊喔 今天拔掉給大蘿蔔 會很輕鬆 可是如果我這樣拔起來的時候 發現這根根裡面 都沒有根須 到底講應該就是 有一個往下長的根須 對不對 我要拔起來是擠哪一拔的 可是卻這樣一直拔起來 裡面根本沒有根須的時候 我就會大罵一聲 插插的 好 這是一個假的蘿蔔 可能拉起來會爆炸 對不對 那小說一放錯 小說也是一樣 有些東西我看不到是假的 那種意思嗎 你告訴我 你是一個設計師 但是我小說看完之後 我就知道這是假的 這是假的設計師 他根本不會設計東西 你知道嗎 因為他的講話 他的敘事 他的形容方式 根本不就不相信設計師 你以為你說他是一個設計師 我就會相信他這個設計師嗎 不會 可是這個創作者 他這些場景跟這些描繪有什麼意義嗎 讓我深刻的相信 他的確很認真地在描繪一個 設計師的樣子 聽懂意思嗎 好 當然場景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出現很多地方 他有各式各樣的意義 可是至少在這個地方 我相信 他的確是有能力 去形塑一個設計師的樣貌 不管他對於場景的認知 還有他的規模程度 他有跟他對一個燈的描繪 你知道嗎 可能燈只能描繪一個 噢那個燈真的還蠻甜蜜 而簡單的 這樣就這樣 可是你沒辦法描繪更多了 可是他可以 那這個東西很難啊 很會 你去想一件事情 如果你要寫顆蘿蔔 一定要讓那些蘿蔔 種在土裡的 根莖是要生殖在土裡的 好 如果你只是說 那邊有顆蘿蔔 然後這邊有條線 拉起來 他就飛起來 那已經是假的蘿蔔 這個就是什麼 卡通話 很多人寫出來小說 卡通話 你知道嗎 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說你的小說 很像卡通 因為那些東西都是假假的 聽懂我意思嗎 那你要讓那個東西看起來像真的 你必須要再多花一點工夫 讓它看起來像真的 否則 有些人看不出來 只是有些人一眼就看出來 那是假的 假的設計師 假的工具 工作室 假的 假的什麼 什麼 什麼 調成都假的 好 那我覺得這個同學 對這個場景的描繪 所以描繪的能力 其實也是有很多很多 特殊的地方 而且這個作者 剛好用在 我覺得不只他很會描繪 而且剛好他設計的這個角色 跟這個描繪 有一個很重要的連結點 所以會使得這個東西變得非常非常好 好 那我們再來講一件事情好了 因為這裡面有太多同學 不知道是巧合還是怎樣 可能至少超過一半有用 在寫什麼 寫記憶消失 就是很多同學都寫記憶消失 然後後來才發現原來妹妹早就被水淹池了 我都不知道 大家都沒有告訴我 然後後來是說 其實我 就是說我可能也是已經死了 但大家都不知道 我沒有告訴我 那這一篇就是說 男朋友已經死了 但大家都不知道 我也忘記了 就是太多東西都在寫 你失憶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 因為有一個很悲慘 悲痛的事情發生了對不對 導致你生命中 這個記憶不想去記起它 然後你把它忘記了 把它當作失憶了 那我覺得可以可以理解 也可以相信 這件事情是有可能發生的 但是太多同學把失憶之後 之後再描寫什麼 失憶之後 你就急著想要最後 要把他的蘿蔔拉起來看 讓大家知道他為什麼會失憶 聽懂意思嗎 好 如果你要讓你這個角色失憶之後 然後讓你真正的相信他的確是失憶了 那你就必須花很多的時間去描寫那些根經 你知道嗎 那我們要把他拉起來的時候 我們發現到 這根土地是連結在一起的 好啦 那 所以 這一邊寫的問題就是說 他其實對於遺忘這件事情 他都沒有太大的浮沉 或者我們都浮得太淺了 導致你最後我們知道 原來這個Michael 其實就是你的一個 可能是一個死去的男友的時候 那是你自己忘記的時候 這些東西都變成一個超級巨大的壞人 因為這個東西沒辦法說服你的讀者 你講了一個失憶這麼大的事情 可是沒辦法說服你的讀者 於以置信 過分怎麼做 走 後居 議員 有